在橫跨大阪山野區, 東城區 天王寺區的鶴橋市宅 嫁妹都變成韓妹了 這裡身處都是出韓風 看到韓文多了日文 不說嗎?以為去了首爾 這裡可以一次買日本和韓國的潮物 如果喜歡日本又喜歡韓國的 香港美女來這裡都適合 說到美女就要隆重介紹 一條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的嘉燕媽媽 這個大阪嘉燕車, 即是Captain Osaka? 好像是嘉燕姐的失散姐妹? 難怪我們快點自拍後 踢回嘉燕姐, 來吧 好… 這裡除了有美女嘉燕姐 韓國特色小吃也很漂亮 看看座位多豪華、多寬闊 隨便帶, 單單是Bella姐的 我請, 有什麼所謂 謝謝, 請給他們的便宜 Bella姐賺很多, 難得你萬歲 你好, 謝謝 韓式臭粉絲, 是不是嗎? 謝謝, 最喜歡吃哪位 Anshir, 為什麼這裡這麼有趣? 這麼多韓國人做集? 跟歷史有關的 在二戰之前 日本和韓國交往相當頻密 韓國人來到日本工作 打完仗之後, 他們繼續在這裡賺錢 就形成這個鶴橋市集的社區 在鶴橋市集, 韓國街旁邊的 這個一戶建 外表偏偏非常日系 跟Bella姐的形象一樣, 非常百變 這裡很像貼蝦 娘娘, 這裡整間屋的設計 都是日系的設計 整間屋白色, 滑滑滑滑滑 不過如果娘娘你不喜歡 我幫她剷掉它 全部由七彩都還可以 那也不, 這裡剛才翻新完 裝修這麼新正 我像這麼浪費的人嗎? 不像…你還好獎勁 閒事的話, 想進修舞蹈 這條柱適合你 可以拿來練習的 會否穩定? 穩定…除非你胖的那間屋 你覺得我會嗎? 當然不會 這條柱有特色 但有另一道, 更加有特色 過來… 不要 是床旁邊這塊的落地玻璃 Bella, 我知道你本身表面很斯文 其實內裡是開放得爆的, 是不是? 我哪裡開放? Bang仔, 你說 開放的意思就是 像娘娘的事業線直線上升 這樣對每個角色都演得出神入法 以及每首歌都搶到天崩地裂 最忠幸都是你, 混蛋 你們說如果我這樣躺在這裡 會不會成為景點? 怎麼了? 景點不景點就看你做什麼 隨時會變成禁區 你說什麼? 是嗎? Bella姐, 你過來日本 如果談唱片的話 可能很多製作人要招呼 又要跟混合的人很晚的做到 上面有些地方可以招呼他們 你過來看看 這邊招呼製作人 上面這間房子也可以 先看看 原來這間房子也可以看得到外面 不過那些圖人看不到我 他們很可憐 不要緊 不要緊, 你把臉貼上玻璃 到時全大阪都看得到你 你嘗試貼上去 娘娘, 不要說了, 終於說道理 不然我差點跟了其他娘娘走 你別管他, 我們再說一個單位 下面如果你睡覺, 就可以招呼圖人 睡上層就可以招呼對面的冰冰 到時就可以促進冰冰和娘娘的關係 對呀 弄得我心都動了, 這裡有多少錢 你別動得那麼大力 這裡圍起來 日本日圓三千二百萬 港幣是二百二十萬而已 那我想到了 萬一我開演唱會 你們買票來看, 我就有錢買了 到時記得請我們做嘉賓 記得請我兒子, 到時請我的孫子 請你全家 我全家都很健康 我真的恭喜你